大家早安 今天全球現場我們繼續帶你來看的是現在一個這個重要的國際峰會正在舉行當中 東協峰會在印尼的雅加達登場 昨天召開重頭戲東協10加3也就是東協再加上中日韓三國的峰會 好 現在這個峰會上頭有一些火花發生了 這是根據日本媒體的報導 日向岸田跟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強在中日韓10加3的這個峰會上頭 總算碰面了 當然聚焦的就是核污水的議題 因為中國大陸對於日本排放核污水可以說是相當的不滿 好 我們來看一下岸田他怎麼說呢 岸田他是呼籲說中國大陸要全面禁止日本的水產品這樣的做法 很特立獨行 他強調經過處理的核污水 其實是有達到安全的標準 他也呼籲中方應該要根據科學的根據 對於這個排放避免反應過度 好 那李強怎麼回應呢 李強還是強調說排放核污水是關乎整個海洋生態 還有全體地球的民眾的健康 日方應該要負責任來處理 來聽一下李強的詳細說法 李強就日本輔導核污染水排海問題 闡明中方立場 表示核污染水處置關乎全球海洋生態環境和民眾健康 日方應該重視履行自己的國際義務 同齡國等利益攸關方充分協商 以負責任方式處置核污染水 好 李強對於這個核污水做出的回應 也是北京迄今最高層級的一個表態 另外一方面呢 在這個東協中日韓峰會上投影席 因為他則是說希望可以開啟 韓日中三方的合作新篇章 當然這樣的說法引發了一些關注 因為值得注意的是 他不是南韓過去一般在這個 國際場合外交場合所使用的順序 韓中日這樣的排序 而是改以韓日中來稱呼 可能也是代表這影席月 他希望可以跟日本關係更再緊密一點 好 但是回到了這個核污水的議題上頭 日本排放核污水 其實鄰近國家大多是不滿的 包括了中國大陸一直以來 都是強烈抗議 民間官方都是 但是南韓官方跟民間的態度 比較不一樣 好 因為呢 這影席月當然都是希望 可以跟日本再有更多更緊密的合作 要來應對的更大的敵人 就是北韓 好 南韓官方是冷處理 但是民間的反彈聲浪同樣是很大的 很多抗議不斷 可是比較 我們說是域外國家 就是比較遠的國家 英美兩國對於這個核污水的排放 都是表態支持的 好 國際政治學者楊永明 他其實就分析了 其實英美出面背書是一種規則霸權 因為很多的國家都是擔憂 雙方在這個貿易還有外交跟援助等等的事項 會有所變化 所以小國可能都不敢發聲 敢怒 不敢言 另外呢 其實我們持續來看到的是 美中之間在科技方面也是互相角力的 好 由於先前華為發布了新機之後 引發市場上的關注 市場上對於出現了這個 美國對於大陸晶片管制失效這樣的說法 但現在美國眾議院的外交委員會有個新的動作了 現在提出說 美國商務部應該要停止向華為跟中芯出口所有的技術 好 這是美國眾議院的外交委員會在今天指出 大陸最大的晶片製造商中芯國際提供零件給華為 似乎就是違反了美國對於華為的制裁 很有必要展開進一步的調查 眾議院的中國大陸問題特別委員會當中也表示 在發現了華為的手機的新晶片可能違反限制之後 美國商務部應該停止向華為還有中芯出口所有的技術 好 華為在上週發表了這一個新款的旗艦首期 Mac60 Pro之後呢 引發了很多了回想大陸的華為粉絲 也是所謂的花粉 他們熱烈慶祝 掀開了爆買搶購潮 很多人都認為說這是突破美國的科技封鎖 但現在大陸的官媒央視就引述北京郵電大學教授 呂庭杰的說法 表示華為現在的進步是完成了從0到1的進步 解決了5G手機的5G晶片的問題 但是還是要承認的是離最先進的技術有很大的距離 前大使界文集他也分析了 好即將發布的這個iPhone15系列 已經用到了4奈米晶片的例子 來聽一下他的分析 只有華為自己清楚 為什麼可以做到5G的速度 甚至5.5G 可是我是7奈米 是 對不對 那現在就變成你再往下走啊 對不對 你要用5奈米跟4奈米 那台積電器你做3奈米 其實這個不是美國技術 這是台積電技術啊 台積電技術 你今天英特爾也可以拿這個 設計出來的東西 你也可以用EUV 可是你做不出來7奈米以下的 對不對 你做不出來 那三星說他量產 那這個大家都還有個問號 這個其實是台積電技術 緊接著東協峰會 G20 20大工業國集團的峰會 在本週末即將要登場了 但是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還有俄羅斯總統普丁 都是不出席的 現在有個說法就是 他們可能對於G20峰會的 主辦國印度很不滿 不過對此印度方面是大力撇清 詳細狀況交給國際中心記者 李令函 好的 主播 G20 20大工業國峰會 將在印度新德里登場 而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以及俄羅斯總統普丁不會出席 外傳他們雙雙缺席的原因 是對印度不滿 對此印度外長蘇傑森表示 他們缺席的原因和印度沒有關係 我認為這跟印度沒有關係 我認為他們做任何決定 他們會知道最好 但我不會完全看得到 你會推薦 蘇傑森極力撇清 而習近平不出席 改由大陸國務院總理 李強戴維上陣 至於俄羅斯方面則由俄國外長拉夫羅夫代替出席 而習近平缺席印度主辦的G20峰會 之所以引發外界垂策 在於中印兩國因為邊界爭議 近年來是關係惡化 針對中印緊張 是否會讓本次峰會蒙上陰影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表示 這就要看中國大陸了 要看大陸是否要當搅局者 也由於習近平確定出席 眾所矚目的拜席會 也應該是沒機會看到 而白宮國安會戰略溝通協調官柯比舊表示 在局勢緊張之際 美中高層展開對話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 美方表示依舊期待雙方能夠重啟軍事溝通管道 以上是目前最新交還給棚內主播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方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積極的配合 積極的懷可以 by bwd6